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优势焦点财经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陈上豪 豪尔倩周一 在英语绵绵的矽谷 一个羽球场 来报导世界焦点财经 当然自我管理在家 打羽球的人 当然就没有了 所以这是一个 空旷的无人的羽球场 主播我要来继续来谈谈 今天的股市 股市依然跌了六百点 到时候在一万八千六百点上下徘徊 跌了三个percent 当然你心里还是非常的不安 所以主播我 求上帝能够怜悯这个国家 让现在在参议院两党 能够寻求现金 帮助美国人民的国会 给他们聪明智慧 合一的心 能够继续帮助疫情的下的人民 继续的往前走 所以主播我 就来跟你谈谈 现金救命的问题 Cash is king 这是市场上面的谚语 合乎现在的情境 最适当不过了 因为现在无论是你跟我 跟普通的老百姓 的确需要现金 因为现金能够帮助我们 带业在家的时候 能够供养家里的需要 进一步中小企业 能够有资金的周转 这还是起头 而后的一个月两个月 还是持续需要现金 现金是救命的现金 所以主播我 要有三个观察 帮助你了解Cash is king 第一个 现在正在国会参议院两党 吵架的这个package 到底有多大呢 大家虽然吃不准 但是起码以两兆美元起跳 这比在2008年 当年的财长Henry Pawson 向国会要求第一批 7500亿美元的 救急现金方案 大了三倍 对了 两兆是天文数字 这个国家需要有一个 非常有信心跟坚决的 救难行动 能够帮助我们美国的老百姓 这是第一步现金救急 第二步你也看到 今天Fed Chairman主席 Power 继续的公告加码 所谓在它的权限范围之内 QE无限上限 那就是Unlimited QE QE继续的撒钱 继续的灌注现金 在房地产市场 在股票市场 而且没有任何上限 这是继2008年以后 11年的金融救急QE的主调 无论是美国如此 欧盟也是 日本也是 全球现在限于负利息 撒钱的一个trend当中 这也是因为现金 在这个阶段非常重要 第三点 我们的现任财长New Chin 也是在这几天 重提就是 希望能够发行 美国五十年债券 或者是一百年债券 哇 五十年债券跟一百年债券 原因也是一样 这个国家需要现金 集资现金 帮助我们现在的 经济的危难之丘 所以你可以看到 国会所谈的两兆 或者是Fed所谈的Unlimited QE 或者以后要发行五十年 或一百年的债券 凑处都证明Cash is King 现在现金是旧级的现金 希望这现金能够短时间 帮助这个国家的人民 这个国家的中小企业度过难关 智慧人的话语那就是 你跟我 你当义无寡虑的 在上帝的面前祷告 祈求感谢 上帝就会将意外的平安 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你 这平安是在耶稣里面 给你跟给我的 当有危难的时候 求耶稣赐给你平安 韩尔县程少豪 周一在美丽的矽谷 一个羽球场 跟大家来报导世界焦点财经 我们下次见